不满台大梅峰农场收回当地赛德克族人王雅各依法申请的增化编民原住民保留地 日前仍爱乡民就到梅峰农场发起还我土地的抗争行动 最后台大决定缓差 立委孔文吉表示过去屡次在立法院针对这个案子 提出冻结台大教务基金预算 以其要求教育不督促却不见改善 要等到原住民族人付出抗议行动才给予回应 认为台大管不动梅峰农场 孔文吉认为台大所属的三地实验农场几乎都是与民争谛 也质疑农场在教学上的使用性 要求校方在两个月内提出监督计划并且彻底检讨 台大校长与教育部表示则会在下个月亲自前往当地 进一步了解状况与协调 厂长会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跟学校这边请示 那我们答应孔委员是说 一定要妥善的处理 然后在教育部也会出面来帮忙协调 所以所以才会把那个做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 然后希望王雅各乡民他的那个作物在收成完了以后再进行拆除是明年三月 那也希望说在这段期间那教育部也会出面来进行我们相关部会的协调 另外原住民升学保障办法中针对大专校院原住民聚集地区重点学校以及特殊科系 必须依照原住民学龄人口分布情况 就读现况以专案调高在学比例 立委政天才则是针对各个学校在出在学历以及休学历的弱差 要求教育部组成专案小组 共同汇整原住民族学生就读比例高的科系释出名额 你要组成这个专案小组 你教育部你要汇同这个协民会相关的这些大专院校 到底哪些科系 现在是百分之二的问题嘛 对不对 就怎么去解决专案调高 怎么样的科系是原住民常常会去念的 你提了很多的 但是很多科系原住民不会去念的 但是原住民喜欢念的这些科系 怎么样去专案提高 这法律已经授浅了 原住民重点学校或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要到达一定比例 我们也开始有一些规划 就是说增加工费生增加这些 这部分也会有助于疏解 就是说刚才你讲的那个比较大的差距 我想应该是应该是这个一起来来来做 那您特别也谈到原民会 他们也给我的资讯里面也特别谈到 原民会也会谈说这个 在各个领域可能需求的人才是多少 那这一部分他们正在会诊 那会诊完成以后 我想我们就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讨论 会针对这个面向来做一些努力 教育部长蒋伟宁表示对于原住民就读意愿高的科系 目前行政原民会正进行会诊 结果出炉将会在以专案的方式多方讨论 来降低大专校院出在学历以及休学历的落差 记者德里夫阿利夫立法院采访报道